大家好 欢迎来到微语看世间 3月11日 在中共全国人大会上 李强被任命为新一任的国务院总理 成为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 也成了这次中共两会上出尽风头的人物 路透社形容李强给外界的印象是务实和轻商 似乎媒体都在期待一个对商界友善 能够改善中美贸易关系的新总理 在西方媒体的期待中 李强真的会比李克强更强吗 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下强强们的政治宿命 自从李强成为新一任的中共总理之后 有一张李强和习近平的旧照被网络给封杀了 成为了敏感内容 这张习李合照拍摄于2005年的5月 当时出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 带领浙江省委秘书长李强实地考察温州平阳南极岛 为什么成为了敏感内容不让馊了呢 怕被人说任人为亲 其实如果真的是贤能之才 破格提拔和举贤不必亲又有什么关系呢 问题是李强可圈可点的政治成就 除了上海封城乱象再没有可以说到的了 64岁的李强没有当副总理的履历 只当过地方一把手 最受人关注的就是习总大秘的身份 习近平2012年成为中共领导人之后 李强一路高升 先后成为了浙江省委副书记 政法委书记 省长江苏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中央政治局委员 上海市委书记 而上海封城乱象各种饿死人 孕妇无法就医而流产 倒卖高价菜 各种跳楼等等惨剧发生之后 李强不仅没有被免职 反而高升 于2022年成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 大概是因为无功反受禄 李强当选总理并没有获得全票的通过 而是三票反对八票齐全 当然了 也有可能就是这么安排的 毕竟不能功高震主啊 不能够跟习近平一样的支持率啊 不论是出于什么原因吧 李强招人妒忌是肯定的 得不配位呢 就一定会招来妒忌 如果是当个地方一把手也就算了 直接连升三级当了国务院总理 这下把他自己都吓到了 担心有人因为记恨而刨他祖坟 根据香港明报的报道 李强是浙江省温州专区 瑞安县曹村镇冬奥村人 去年中共二十大之后 原本可以入屋游览的李家祖屋 突然就被封禁了 村落周围用铁网全部围挡起来 任何能够抵达祖屋的道路 昼夜都有人指手 靠近拍照都会被驱赶 老宅门前平地上架满了监控设备 再无闲人能够靠近 不少村民透露 2017年扔上海一把手之前 李强每年农历新年初三都会回村 到祖后山起母阮秀莲坟上祭拜 李强回乡较低调 很多时候只带一名便衣随行 村民说 李母和李家先祖坟墓 如今每一座都有专人24小时看守 沿近村外人靠近 李强的大伯 他的家族至今人居村内 在马鱼镇主街道三马东路上 一栋连排四层白色小楼 多名邻里说 至今仍然属于李强父亲的产权 门前价有大量的监控摄像头 据说是因为门前曾经发生 人为的破坏树木的事件 户主觉得风水不好 后来就在此安装了 大量的监控摄像头来保护 中共向来对外宣讲无神论 不过中共官员几乎各个迷信 这一点在李强看守祖坟上 也可亏一般 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就曾经大修祖坟 但是其祖坟被挖以后 不几年就落马了 财新网曾经报道 上个世纪90年代 时任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 副总经理的周永康 曾经请一个老和尚看相 老和尚称其做干部之后 都是副职 是因为祖坟有问题 于是周永康就打电话 叮嘱两个弟弟修坟 1995年左右 后乔镇派人为周家 扩坟 砍掉了周围的一些桑树 还种上了四棵桑树 桑树嘛不吉利 寓意要办桑事 而桑树寓意好 章显招 不过就在2009年秋天的一个雨夜 周家祖坟突然被人挖了个洞 当时周永康已经任中共政治局常委 政法委书记 周家祖坟被挖以后 不仅惊动了无息的警方 而且还惊动了江苏省公安厅 上海公安局 即使是中共公安部 也是如临大敌 但是此案至今没有侦破 自从祖坟被挖以后 周永康就试图生变 2013年12月 周永康被中共当局内部调查 2014年的7月29号落马 2015年6月11号被判处无期徒刑 到底是中共官员太迷信了 还是他们在撒谎呢 要我说呀 风水呢是确有其事 无神论是中共为了毁灭人对神佛的信仰 为了将中共本身捧上神坛 而灌输给人民的 不过风水再好呢 坏事做绝 神佛也没办法 李强虽然谨慎的看好自家祖坟 就真的可以官运亨通 光宗耀祖了吗 李强和李克强只一字之差 命运会有多大的区别呢 在西方人眼中或许中共国家主席和中共国务院总理之间的关系呢 是一号人物和二号人物之间的关系 一把手和二把手的区别 但是事实上啊 在中共体制内通常意义下 主席和总理之间是主人和奴仆的关系 说好听一点是主导者和附庸者的关系 这一点我们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 就最能够解读出中共总理的身份和位置 周恩来这一生都在伪装自己 扮演一个对毛泽东俯首提尔毫无威胁的忠诚形象 李克强算是总理中比较有性格 敢于公开反抗习一尊 敢于讲真话的了 至少在他的总理生涯中留下了一句 中国有六亿人月收入不足千元的名言 还敢说出黄河水不会倒流 人在坐天在看苍天有眼这种话 让人们一度对他寄予厚望 希望他能够踩住习近平的倒车刹车 拯救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 结果呢 人们只看到李克强在习近平的频频动作之后 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 更别说什么宏图大志 拯救中国经济与水深火热了 他甚至在提拔自己的老领导胡锦涛被当场驾走的时候 都不敢多看一眼 表达哪怕是一个不满的眼神 他最终在总理这个看似风光的位置上 也只是夹着尾巴灰溜溜地走完了自己的十年 不到退休年龄就提前退位 时评人士袁冰说 李克强的反抗可以说自始至终 都毫无力度可言 充其量不过是旁敲侧击 蜻蜓点水 偶尔戳了一下习近平的憋脚而已 这种反抗除了自证清白 能够改变什么呢 什么都改变不了 而且就总体而言 李对习推行的那一套 基本上还是执行的 尽管这种执行是被迫的 心不甘情不愿的 而他之所以始终不敢公开站出来 批评习近平 对他开历史倒车说不 固然与自身性格懦弱有关 但归根结底呢 还是为了自保 生怕一旦得罪了习近平 而遭报复 沦为反腐的祭品 既想与习近平划清界限 又没有办法真正的和习近平划清界限 既想批评习近平 又不敢把问题挑明 既要反抗习近平 又不敢公开反抗 这就是李克强的困境 就说人在干天在看这句话 分明是冲着习近平说的 是为了和习近平划清界限 你习近平是习近平 我李克强是李克强 可是李克强他敢挑明吗 不敢 最终呢 李克强给世人留下的 也只是一个令人唏嘘的背影 在中共体制下 他贵为总理 也只是极权政治的牺牲品 李强呢 如今被习近平送上了总理的大位 他真的就能够手握政府大权了吗 3月13号 李强和新上任的四位新任副总理 共同出席记者会 回答了一个多小时的问题 在中外记者的闪光灯下演足了戏 李强脱稿回答问题 看似口才不错 思路敏捷 但是听完之后 记者们并没有得到 筷子人口的金句 通篇都是政治正确的大话 为什么他只能这样回答问题呢 当然 首先 他没有国务院的工作经验 为了不出错 保守回答问题 是他能够做的选择 其次呢 他并没有得到超越李克强的权力 他也只能够带着脚料跳舞 在习近平划定的框框里说话 作为一个被破格提拔的人 除了对习近平满心的感恩 至少目前是这样 恐怕任何反对的声音 都是不敢发出的 即便看到习近平 有做的不对的决策 李强也不敢说出来 更不用说 他有没有这个能力 看出问题解决问题 李强上任总理 所面临的是一个经济下滑 消费疲弱 失业率上升 房地产市场低迷 缺乏商业信心 地方政府债务困扰 人口老龄化严重 一个乱麻一样的中国 同时还要面对中美关系恶化 国际反共形势高涨 等等国际问题 对于一个只有地方从政经验的人 有没有能力看到问题的本质 并且给出解决办法 这个本身还需要时间去证明 龙州精讯公司中国研究副主任 克里斯多夫·贝多尔说 从根本上看 总理的角色会有多大的影响力 取决于习近平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政治经济学副教授史宗汉 在他的《软弱联盟》一书中说 一个独裁者如果想要他旁边的官员 永远不挑战他的权利的话 他会提拔两种人 第一种是在历史上犯过非常严重错误 但是愿意效忠领袖的人 第二种是执政经验非常有限 缺乏政治关系网的官员 如果一个独裁者想要绝对的稳定的话 那绝对稳定就是他身边 没有任何人可以挑战他的权利 那他就必须要任命一个弱势的 软弱的联盟 但是你任命一个软弱联盟以后 对你执政的能力 可能也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所以这就是成本 如果你要一个很强大的政府机器 来执行一些很强力 很强势的政策 包括外交政策 那你就必须要任命一些 政治上经验很丰富 有比较大的关系网 自己能力也很强的人 来执行那些政策 但是那些人可能他们的权力 变得越来越大的话 也会挑战你的权力 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习近平为了能够独揽大权 驾驭身边的人 他挑选的都是他认为比他弱势的人 甚至是毫无政治背景的人 当然我们这里说的政治背景 是指不像太子党一样 在中共体制内有一个庞大的圈子 资历甚至军队的人脉 过去的总理也基本上也都是这样的人选 比如朱镕基 温家宝都不是红二代 都是属于技术性人才选拔任用的 这种技术官僚被当权者牢牢地掌握 想要改革也需要得到当权者的许可 在绝对不会伤及当权者利益的情况下 做一些小小的尝试 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能有大作为的空间的 朱镕基 温家宝 李克强 都算是中共体制内还良心尚存 愿意为国家发展而做点什么的人 但是最终都只留下一个不算太差的个人评价 也没有哪一个能够突破中共体制的局限和恶 抛弃个人和家族荣辱得失 拼杀出一条血路的 李强就更不可能超越这些人 因为他是习近平一手提拔的 他能够做的就是将习近平的政令执行下去 李强相较于李克强不是更强了 而是更听话了 好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